是從我們剛剛看到這幾天 這一個我們的金房部 設下中國無人機之後相關的事件 還在全球的政治跟媒體延燒 特別是戰略專家相當擔心 下一個軍事熱戰的戰場就在台海 沒錯事實上這幾天我們台灣擊落了 中國的這個無人機之後 引起全世界媒體的這個主要的媒體的報導 那這主要原因是在於說 我們到前一陣子中國的無人機 不斷的來騷擾 包括我們的前線 那甚至還拍了非常多影片 那上傳到中國的這個微博 或是各大網站上面去 然後中國還在那邊這個吃我們的豆腐嘛 趙立堅來說 中國的無人機來中國的領土飛飛 這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事 好那但是呢 我們台灣方面是非常生氣 特別是國防部跟蔡英文總統 都面臨到非常大的壓力 所以呢蔡英文總統下令說 要把它這個有適當的回應之後 我們就擊落來施雨的這個無人機 那第一個時間當然是進行這個警告 警告無效之後呢 就實彈的驅離的這個方向 甚至把它擊落了一個狀況 好那事實上呢 這個動作呢 沒想到中國之前呢 這個趙立堅還在一副吃豆腐的樣子 那打到擊落之後呢 沒想到就變得不一樣了 這個第一個 朱鳳蓮就是說這個國台辦的發言人就說 我們看到有關的報導 民進黨當局企圖借機炒作 製造緊張氣氛 升高兩岸對立抗爭 極其荒唐可笑 另外除了他這樣講之外 汪文斌也講到說 他沒有注意到這個 這個台灣擊落無人機的報導 但是他是認為說 民進黨在炒作兩岸的緊張局勢 是沒有意義的 好那這是官方的說法之後 緊接了胡錫進 我們到胡錫進前一陣子其實還是有在笑這件事 但是沒想到他就說 根據他的了解 這個無人機愛好者 這些在金門附近的無人機愛好者 都不是中國的軍方 是很多當地很愛玩的這個無人機的民間業者 他們喜歡航拍 甚至把航拍的照片還有很多影片 上傳到這個社會社交平台上面來說 他說我們金門方面多次的射擊欲以擊落 胡錫進警告說 金門方面顯然應該要克制對待這些無人機 不要讓事情搞成兩岸之間的新緊張點 好所以其實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到Bloomberg很多國際媒體都在拍這件事 好 那我們講事實上這個事情來說的話 如果試想如果是我們的無人機飛到那邊去 他們會怎麼反應 所以我覺得這個只是中國單方面的說法 好那除了這個單方面的說法之外 這幾天在中國發生了一件事真的有點尷尬 就中國官方他準備出動一個無人機 去拍攝他們的宣傳的影片 那在福建的當地的這個地方 結果被他飛過來 你看 居然就有一個中國的漁民 他可能覺得這個無人機 他搞不好認為他是敵機 他就丟泥巴 馬上又擊中了 就擊中之後 然後很多網友就說哇這太厲害了吧 我們的福建漁民是一個神秘組織 然後大哥你慶幸吧 也就是我手邊沒有手榴彈 這個才是真這樣的神射手欸 對 我相信如果中國的飛機來的話 我們有這樣的神射手 馬上就把他丟下來了 然後有人就說哇真準 這個鏡頭看起來好像是呼到我的臉上的感覺啊 你就知道其實呢 中國的無人機的確就是中國官方 他們要做一些相關的宣傳影片拍的 這個無人機的確就是中國官方 動用無人機 所以你說來到台灣的到底是不是中國的這個軍方 雖然不是軍方 但有可能是中國官方所為嘛 好那我覺得這件事情絕對不能夠 這個姑息或輕視這件事情 好那除了這個無人機兩岸之間的這個對抗之外 最近期的時候呢 這個路透社他有報告 他報導是什麼 他報導說中國最近期一直在模擬呢 要攻擊美國海軍的一些相關的這個狀態 同時之間呢 他可能在阻止這個 這個所謂的外國馳援台灣之際呢 他會用特種部隊或是用特工執行這個斬首行動 然後斬斷台灣的這個指揮系統 還有破壞台灣的這個基礎設施等等的一些相關的這個狀況 好同時之間呢 他可能會用所謂的戰鬥演習 然後因為美國可能會進出第一島鏈 那第一島鏈的這個狀況之下 這個中國到底要怎麼樣來跟美國 進行一個對抗的這個情形 中國一直不斷的在演練 那事實上這件事情也引起美國 美國智庫相關的這個在意的一件事情 美國一個華府的智庫叫國防重點 他的資深的研究員戴維斯 他其實曾經有到 四次有到這個戰區前線去打仗過了 他說呢其實 但是中國的做法呢這個就很想要在這個台海呢打敗美軍 因為他說從1995年到96年的台海危機的過程裡面 美國中國意識到了美國的航空母艦戰鬥群等等的戰鬥力之後 不斷的在發展所謂陸基飛彈 空射飛彈 戰機轟炸機 水面作戰這個艦艇 然後潛艇雷這個水雷等等 都要進行所謂的這個A2AD 也就是說他要反巨子跟反介入的這個體系 那這個體系來說其實相當完善 反之美國是沒有辦法有非常多的武器能夠進到這個地方來 他說呢因為美國的這個後援線比較長 抵達到台灣要一到兩周 然後在這個地方打仗呢說後援補給不夠的時候 也只能夠打一到兩周 所以這個時候可能是中國有可能會打敗美軍的這個地方就是在台海 那當然這是他自己的這個這個說法 那除了他的說法之外 美國另外一個喬治梅森大學的這個莫卡特斯的這個中心 他說呢他說中國除了要打這個台灣之外 他還有可能會做做什麼動作呢 當然他知道說打台灣會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另外一個他有可能收集了非常多的一些這個重要的據點 那他們發現到說他可能會攻擊海底電纜 因為海底電纜呢如果你攻擊的同時 他會影響到全世界的包括說像金融經濟各方面都會影響之後 他有可能用這樣的方式來這個扭轉或是轉移這些所謂攻擊的這個壓力 對中國的壓力反正全世界一片亂那你也管不到我 所以這也有可能是這個中國攻擊的一個狀況 用企圖用影響全球金融的方式來反這個美國介入的一個狀況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我們知道美國的這個網路軍事媒體 國防郵報他PO一個這個文章 他說八月份呢中國解放軍牽繞台灣的這個架次呢 有四百四十九架次已經超越二零二零年的全年 而且已經接近二零二一年六百九九百六十九次架次的一半 所以顯見呢解放軍對台灣的這個這個圖謀啊 還有野心是越來越明顯那當然啊我覺得這些行動 解放軍對台灣的這個所謂企圖心我們絕對不能夠輕忽 但是我們國家我們應該也要做好相對相關應對跟反制的一些措施 但是我覺得另外應該沒辦法自己的大陸